曼兆村 中国西南 仍在延续手工造纸的村子 在八百年前 这里就开始最原始的造纸树 时至今日 还完整保留着 交纸法的完整工序 中国云南的新双版纳 保存着完好 连片大面积的热带森林 热带雨林里面 生产一种构树树皮 是用来造纸的唯一原料 村民叫它嘎拉沙 外界称为胆脂 用嘎拉沙抄写佛经 日日相伴 保存上百年而柔韧如星 用嘎拉沙做孔明灯 每逢节日 把吉祥和希望放飞到天边 今天 现代造纸业新起 胆脂也正面临着 萎缩乃至消失的危机 但胆脂工艺 代表着对自然与精神世界的尊重 代表着这片雨林的生态 和人文的基因 如何能延续这种古老的造纸术 2017年 全国各地的职首艺人 设计师 志愿者 艺术学院时生 来曼兆村 探索达纸文化的创新设计 最终十八位创意人 提教了设计作品 胆脂以新生般的面貌 重现在现代生活之中 艺术家重塑胆脂 胆脂也在引导艺术家 互相反补 使胆脂工艺 在传统中获得重生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